近期 世卫组织个别官员认为 中国政府对新冠数据的发布工作 没有做到公开透明 4月8号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 介绍中国新冠溯源研究情况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斌表示 轻率否定当时的结果 是将新冠溯源政治化的表现 近日 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 随意发表观点 轻率否定当时的结果 完全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是对世界各国参与前期溯源工作的 科学家的粗辱冒犯和不公 是将新冠溯源政治化的表现 是中国科学界无法容忍的 也是不能被全球科学家所接受的 作为曾经亲身经历 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的中方科学家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周雷介绍 在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过程当中 所有研究结果和数据 中方并没有任何的隐瞒和保留 我们共同开展这个联合溯源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们中方的科学家是本着科学 公开客观透明的这么一个工作原则 把我们所有掌握的数据和资料都进行了分享 包括比如说早期的病例的信息 还有我们当时对武汉的这个早期的呼吸道的传染病 可能的可疑的新冠病毒感染的76000多人的 这么一些病例的资料 我们都进行了分享和深入的联合分析研究 当时的结果是得到了专家们的集体的这个认可的 日前有外媒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作者团队 在关于华南海鲜市场早期研究数据的 文章论文投稿过程中 曾将上传至G-Site平台上的数据删除 沈洪斌回应称 中方专家按照惯例上传论文的相关原始数据 却被G-Site平台违规提前释放 希望平台能澄清此事 还原事情真相 2023年3月11日 作者团队发现上传至G-Site平台上的数据 在文章尚未发表团队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被G-Site数据库的工作人员提前释放 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随即通过电话 向G-Site平台询问了解情况 平台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数据释放是G-Site的工作人员误操作所致 中国专家呼吁世卫组织秉承科学的严谨的公正的态度 让新冠病毒的溯源在未来真正能够得到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答案 一些指使和参与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企图抹黑中国的势力和人物 都不要以为全世界科学界的眼光 会被他们的决定操弄而蒙蔽 我们奉劝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人士 回归科学和公正的立场 不要主动或被迫成为个别国家 把新冠溯源政治化的工具 我不认为是一个科学问题 我们前期在第一阶段 这个世卫组织派出了专家组和我们中国的专家组 在共同研究了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做出了很多科学的这个探讨和得出了很多的结论 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科学的 这些是可以这个就是说已经在网上公开发表的 大家都认可的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希望这个全球溯源能真的成为全球溯源 我们真的多次的呼吁 希望能够把溯源研究工作的这个地点角度 能够尽可能的覆盖我们所有可能的这种国家和地区 而中国的这个态度也是始终没有变的 溯源研究就应该是一个国际行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